今晚的白天导演唱 李宗盛 今天能够站在这个舞台 这是第一次站在这个Success Academy 非常的紧张 但是呢 我也是很高兴 然后因为爱多美让我改变了我的人生 我呢 之前 我什么都做 什么工可以赚到钱的我都会做 为什么呢 因为我知道钱很重要 我还记得 我SPM就是FontFive的时候 就是在1997年的时候 那你们大概知道我今年倒税 那么1997年毕业的时候呢 成绩不会说很差 也不会说很好 那么我就去申请大学 然后就得到去UTM Petroleum Engineering 但是呢 我拿到那个offer letter 我就很开心的跟我的family讲 我要去西马 我终于要去西马读书 但是我爸爸就告诉我 我没有钱给你 我说买飞机票 就是到那边我就找工作 我说找工作这样子 但是区区的几千块他都找不出给我 那么我就很生气 为什么我说 既然你们不能够准备给我一笔钱读书 为什么当时候要叫我很努力的去读书 我说倒不如我不需要努力读书咯 因为我弟弟FORM 2已经哲学了 就没有去读书了 那么我自己呢就很努力的读到FORM 5 我记得 我上中学的时候呢 我也是考到那个读中的奖学金啊 然后有三年的奖学金 我就跟我父母讲 我讲我要去读中 他讲这样贵的人没有钱 我讲我不用钱了 我讲这是免费的 我有三年 那么三年后呢 没有讲学金了嘛 对不对 就没有钱继续的去那个FORM 4 我就 就只好去政府部门申请 转去国中 那么在国中 就是读完我心想 如果我在读中 continue我的FORM 5的话呢 我的resort是可能就是要去外国读大学嘛 当时候因为那时候读中的那个resort 不能够读本地的大学 因为我父亲讲 外国大学付不起嘛 那么我讲ok咯 这样本地大学咯 所以我就转去国中 然后也是不能够 我不能够给我 我真的很伤心咯 我很失望 我很失望 因为我的同学呢 我班上的其他同学呢 都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去 有些去College啊 有些去西马 去外地啊 这样子我都很失望 那时候呢 我就被逼要出来找工作了 我还记得1997年是经济风暴 然后呢 我那时候呢 要找工的工钱 最高给我找到呢 是600块马币 我觉得很不够 因为我需要养家 然后呢 我就看报纸 就说文莱那边要找工 不懂是傻傻的还是什么啦 然后他们就讲 马币前二块 我不懂那时候文币是大概多少钱 我心想 前二块 如果我去打工在Saba的话 就五六百块而已嘛 那么我讲有一倍的那个工钱 OK咯 我就讲OK 那时候飞机票要自己出 就是说你要出过去的飞机票 回就公司会安排 那时候我一直跟我父母讲 我要做passport 然后我要飞机票 大概要几百块 那时候passport要三百块 然后飞机票大概是要一百多块 这样子 我很辛苦的找到这笔钱 然后就去到那边做工了 我以为可以存到钱 然后存一两年 然后可以继续读书 那时候我的梦想就是这样 Sakali到了那边是 以为外面的月亮比较圆 去到那边好像又给人家骗 这样子 又没有钱回 在那边做工 第一个月没有薪水 第二个月没有薪水 才给你那个佛事会 就给你吃 因为它包你吃 又睡觉是 那个滴烂 薄薄的 给人家睡过了 然后没有床 给你一个三架板 然后放那个 椅子长长的放上去 然后那个滴烂放上去 你睡下去 你不可以动 你一动你会倒下来 因为它是一个板放上去 然后我每一天在哭 我每一天晚上在哭 我又不敢跟我家里人讲 然后我又没有钱回去 然后三个月过后 我讲怎么样下去 然后老板就 有时候给一个五十块 给一个一百块 这样子 之前又跟我讲 一个月有钱多麻痹 我就一直忍忍忍 忍到一年 忍到一年 我顶不住了 我就去换工了 我就去换工 就这样子下去 我就知道 我要变有钱人 但是我没有方法 我不懂方法怎么样 那么就有人家介绍我传销 我只知道 做传销是 就是没有背景 没有钱 不看你的背景 你都可以成功的 那么我就抓紧这个机会 但是我很不明白 我很努力在做 为什么我不能够成功 我看到人家在台上分享 为什么我不能够成功 后来我发现到是 原来是做传销 是要有一笔钱 顿货的 我看到他们是 要fight那个 比方讲 有五个脚 做了三个脚 另外两个脚不够 你还要去顿 那个两个脚 的那个分数 来上那个target 我觉得我好像 不属于这个事业的 因为我没有本事 这样子做 但是我还是继续打工 到最后我发现到 到最后 我自己觉得 我要有一门手艺 因为如果我有一个手艺 我去到哪里 我都不会饿死 我去到哪里 我都可以找吃 所以呢 我就存到的一点钱 我就去学美容 我学美容过后呢 我就开始 去帮人家洗脸 这样子 那么我觉得 我继续在外面 我在那时候 我在文莱大概有 应该有整十年的时间 如果我继续下去 我就觉得我没有未来 除非我嫁给文莱人 所以呢 我就讲我一定要回来 当我回来的时候呢 我的朋友 全部都失去联络了 我的同学 我好像我没有脸 要见他们 因为我有时候 过年回忆的时候 大家在集合的时候 他们谈的东西 跟我好像不刚啊 不硬气啊 因为他们讲 在读书 在什么 我在做工 然后我还记得 他们讲 有玩什么Franster 什么是Franster 我讲 你不懂这些的 所以我就渐渐 离他们 不要跟他们 所以当我回来的时候呢 我全部人 我都不认识 然后我重新 我重新去找工作 然后我也很努力的 要找我自己的顾客群呢 我都会去print一个flyers 这样子 然后我去每一个apartment 然后放放放放放 放去那个Daman 放放放放那个纸 然后等人家打电话说 那你要洗脸啊 我就过去洗 我还记得 我的干净那时候 我家干净是 我可以哦 我还记得我从KK 我去过去西部驾驻车 我到现在我在想着 我这样赶的 因为我 因为那时候 因为我曾经在文莱住过嘛 所以文莱我也是还有朋友 我讲 我要在你那边过一个晚上 然后我要去miri 去好miri 等一下我要去西部 我讲 我就想到这样子 然后很累咯 这样子坐下去 每次回到家 腰酸背痛 我的人生就这样子 因为我一直在找机会 我一直找机会 我要怎么样变有钱人 然后 过后我结婚 然后我有孩子的时候呢 我还是在做美容 我还记得我 我在怀孕我儿子的时候 到 我九个月大肚子 加那个干净兜 那个 那个什么 staring兜 到肚子那边是 卡住这样子 我的 顾客都会问我 你还可不可以洗脸 因为他们都是要帮我 他们知道 如果我做住业 只是我没有钱了 所以他们 就懂他们一直会帮我 然后讲 来洗脸 去我家 去到他家 我很感激 我其中一个 一个customer 他叫他的 叫他的老公 叫他儿子 叫他女儿 310岁的女儿 他都叫去洗脸 为了要帮我 我就很感激他 每次在车 我都会哭住 到人家家 我就骂骂骂 那个人家家 Hello 这样子 好像没有一回事 然后到车拿了 那笔钱 再算算那钱的时候 我都在想 到底我要怎么样 我的人生 后来 到我生孩子 也是没有钱 找人家陪业 那么我自己 在带我孩子 你要给他冲凉 你在做住业 你要给他冲凉 然后你要 那个泡奶 你每天晚上到凌晨 因为他两个钟 两个钟就醒 两个钟就醒 要洗那个奶瓶 第二天 第三天 顶不顺了 我的手开始 cramp了 他是cramp到 这样子 然后我这样死了 我靠这个钱 我靠这个双手来找吃的 我做美容 做了十多年 我只是会这个 我不会别的 那我要怎么样 我只是靠这个双手来找吃 那时候我就心想 我一定要找一样东西 就可以复制 可以倍增 然后不需要靠我的双手 因为如果我帮人家洗脸 我帮人家做按摩 我到底要做到几时 四十岁 五十岁 还要继续下去吗 就这样子 跌跌创创 就认识了 这个爱多美 就是呢 我的上线 就是 就是我的推荐人 他就跟我讲 有一间公司 要进来马来西亚 我只知道 我曾经用过他的产品 就是那个牙膏 我就讲 这个产品不错 我曾经 因为我牙齿有问题 我就用到好 我用到好呢 我就讲 没有人再跟我讲了 因为那时候他说 你要在韩国才可以买到 后来他说 我问他要钱吗 我没有钱要进了 因为我知道 坐船销要钱的 需要钱来买货的 他说不需要的 免费的 就这样子呢 我就继续了 就认识了这个爱多美 就认识爱多美呢 我也是没有钱买产品 我最多是 那个买他的 那个oral case set 这不是一盒 我只一个而已 一盒有四个 对不对 我只买一个而已 我讲 我用回这个啦 世建筑 我没有本事 我讲 我还没有本事 然后呢 但是我知道 我需要改变 我知道这个爱多美 可以帮我 那时候呢 我还记得 我去 见一些人的时候呢 很多人都讲 这个爱多美 好像要进来 马来西亚啊 但是 他们讲的是建筑啊 六建筑 什么我都不懂 我也是不要去懂 但是我知道 这个是机会 但是我不敢去听 那个产品 为什么 因为我连买一盒 那个产品 我都没有本事啊 但是 就有一天 就是我还记得 是2017年 四月的时候 然后呢 我的 有一个 推荐人呢 他就跟我讲 有一个 他的中心要开 就叫我去帮手 那么去帮手呢 OK 我给你 我给你 薪水 一千块 我心想 我有 我有一个薪水 但是那时候 我已经在家 我的Myvi了 我的Myvi 一个月要620 我薪水 一千块 扣买620 扣买我的 扣买我的 那个油钱 我不是没有钱 我讲 但是 我知道 这个是机会 因为 只有这样子 我可以学习 什么是爱多美 那么我去 坐 第一个月 然后 我归了 那个车 还不到了 不够吃 然后我去 去卖我的电话 我去卖我的电话 卖到 second hand 卖到500块 去贴 贴我的那个车 因为三个月 你贴一个 还有两个月 还可以顶 然后 就这样子 我逼我自己学 什么是爱多美 我就去上网看 然后我也是很感谢 一路来上线 有上线 从西马过来 然后我去学习 然后只要 中心 好像那个 什么 我都不会放过 我说 我一定要去学习 我都 第一个 说我要做 卖 我要做卖 然后呢 当我在做 这个爱多美的时候 我就怀孕 我第二个孩子 就是我的女儿 那么 我已经 知道了 我之前 做业子 很辛苦 所以 我不要再 这样下去 我怕 我做业子的时候 是 等一下又来 那个手 cram 真的是很辛苦 我很好 形容 那个辛苦 辛苦到 进到风 那种 进到风 那种 你 走路都很痛 我不会形容 那个 你要吃什么 你都会吐 可能是 太多风了 后来呢 我知道呢 当我 肚子慢慢 越来越大 我说 我没有时间了 我要 很快地 上我的 Sales Master 如果 我在短时间 上到我 Sales Master 我什么都愿意做 那么 白天时间 我要做工 我只有 晚上的时候 我可以去 找我的 朋友 每一天 六点 放工 有时 我都会 见人 有时在中心 有时在外面 我见人 我最早 是十点 回家 我每一天 我每一天 都是这样子 我还记得 到我肚子 很大 到九个月的时候 我还是 去睡 这样子 每一天 十一点 回家 十二点 回家 然后我又 没有电脑 我是用电话 来 register人的 我就用我的 电话 register 什么时候 有时候 醒来的时候 三点 哎呀 还没有注册完这个 我就做 因为我要抓紧 在最短的时间 完成我的销售大师 我要找一群顾客 就是这样 我要有我自己的网络 我要有我自己的顾客 那么我愿意付出 这样的 这样的时间 然后每次腰酸 背痛 很痛啊 那个过程 我现在想起 很累很累 驾车 我都不懂 我肚子 那个孩子 会不会有问题 不够睡 但是我已经 想不到这样多了 我还记得 还没有上销售的时候呢 我差不多 每一天中午都 都在吃快熟面 我只是跟天说 如果这样子 希望这个快熟面 可以变营养餐给我 因为我没有选择 所以我跟我自己说 每次我在吃这个快熟面的时候 我就讲 让这个食物变营养 给我自己的孩子 因为 我没有本事吃好的东西 我只有这样子 咬尽牙根地坐下去 我没有选择 我没有后路好退 我知道 爱多美是我的未来 所以 我不放过任何的ODS在KK 我没有本事来到 Success Academy 在这里的 就在西马的 因为我们需要 买A Ticket 还有买Ticket 但是ODS是免费的 然后公司 只要有领袖过来 在中心呢 我都会出席 我都会出席 我都会学习 因为我知道 只要我自己本身 有足够的知识 我才可以 分享给我的伙伴 我的伙伴 如果我自己出席 如果我自己出席 我的伙伴看到 他们才会梗 只有这样子 不管我有多累都好 我的脚 多肿都好 我都继续下去 我很感谢 爱多梅 因为 他真的是帮助到我 改变到我 因为这个事业 你加入 这个事业 是免费的 是临门槛的 是谁都可以加入 只要你有一颗心 就只要你有一颗 要成功的心 如果 你知道 你的目标在哪里 你知道你要做什么 你知道你要达到什么呢 你一定会付出一切的努力 因为知道 你一定会知道 前面的路 很光明的在等着你 因为我要给我的孩子 很好的将来 我不要他们 像我这样辛苦 我不要等他们 从五岁毕业了 要去读书 我没有钱给他们 所以我要准备这样子 我不要他们像我这样子 就是会埋怨 但是现在我没有埋怨我父母 我有跟他们讲sorry 所以我还记得 我几年不要跟我父亲讲话 因为我认为 我不是做美容的 我是做engineer的 那时候 我一直觉得 为什么我的未来是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 我很生气我的父母 但是呢 我们 不可以埋怨我们的 家里人 因为呢 未来掌握在我们的自己的手中 对吗 因为我们生下来 我们不能够选择 在一个有钱家庭 或者是没有钱家庭 但是呢 我们未来 我们可以选择 我们可以做决定 所以呢 我就知道 爱多美 我多苦都好 在做爱多美的路程 跌跌创创 多苦都好呢 我都抓住这个梦想 然后 我非常开心 到我做业子的时候 我是在 我四月的时候 我就开始投入爱多美嘛 然后我就在七月的时候呢 我就上我的销售大师 很累 因为我是缩短我的时间来做 很累 我还记得 我在中兴的 最后一天要去生产呢 七点多 因为中兴有 computer 我家里没有嘛 我很累用电话 用电话做注册 然后学东西 YouTube看电话 我眼睛很痛 然后我就会 放很多时间在中兴 用中兴的 facility 那时候呢 我觉得我养水破了 我就跟我儿子说 快点快点快点 拆拆拆拆拆东西 我讲 我们回家 好像妈咪好像要生了 后来我们就收拾 要回 我还记得 我的车 parking 大概要走五分钟 五分钟到十分钟 那时候又挂大风 下大雨 七点多 七点多 在KK是 已经是晚上了的 暗了的 然后我要去车的路程 我都觉得很远 为什么呢 我跑两步 我肚子就缩痛 我跑两步就痛 我讲没有流 这样快生啊 我没有 因为我没有去想 我整个过程 每一天都这样累 当然是很快生了 那个孩子 没有到那个时间 就要生了 因为我太劳累了 然后 跑跑一下 那个羊水又流流流流了 我说快快进车了 终于进到车 满身色了 然后我就要回家 要回家的路程 又有点游 肚子越来越痛 越来越痛 到后来 我已经顶不顺了 我就打给我妈妈 那时候 因为我先生在西马 然后我就讲 我好像回不到家 我就要转 转那个路 路的方向 转去hospital 我讲你们 过来hospital 来接我的儿子 因为我不可能 带他去label room 然后到了hospital 我就去 那个政府医院 真的是人家 已经痛到半死 还要什么check in 还要什么daftar 很麻烦 又问我 如果是否 我讲 不可能是否 是否否 我还问 你去 我已经顶不顺了 很痛了 然后到我妈妈来 就拿我儿子 然后 就真的 这样子 这样子 那个医院的人 真的是 我心想 我不要在政府院生了 就真的是很辛苦 这样子的那个过程 到我生了 到我 作业的时候呢 我就在家里 我不能够 作业我不能够出去 但是那时候 我已经是 Sales Master了 对不对 因为我七月份的时候 已经上我的 那个Sales Master 终于呢 我在 作业子的时候呢 我的income在爱多美 有七千多八千 我没有想过 我可以得到 这样的成绩 这样的收入 虽然在我 做作业的时候 我很感激爱多美 我 所以 做作业的时候 我都很拼命的 在做coaching 三百我的 会员说 不要coaching了啦 去睡觉啦 也是我coaching到一般 哎呀我孩子吐奶 然后 其实 蛮开心的啦 就是做作业的时候 也是可以跟会员们 联系 因为我知道呢 我们做的这个爱多美事业呢 我们不是上属跟下属的 关系 我们是朋友的关系 是伙伴的关系 那么 关系这方面呢 很重要 所以我们一定要维持一个 很好的朋友的关系 就是一个partner的关系 所以呢 我一定要时常地和我的会员 和我的partner 我的伙伴有时常要有联络 虽然在我做业子的时候 所以我还是会给他们联络 coaching这样子 然后呢 其实 在我做这个爱多美的路程呢 我觉得爱多美 你说难做吗 也不是说很难 你说他容易做吗 也不是说很容易 对吗 会很容易吗 讲真的很容易吗 我不懂啦 可能你们很容易 我好像开始到很难 但是呢 当你要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到 你身边会突然间 有一股磁场 你可以找到 跟你一起自同道合的人 当你的思想 是积极的时候呢 你可以找到一些 要找产品的人 或者是 要找一份事业的人 但是如果你的思想 一直想 不可以啦 试试下啦 不可以啦 试试下 那你会找到 那些试试下的人 这个是我觉得啦 为什么我这样讲呢 因为我发现到 我有一些伙伴 当他说 不能啦 不能啦 不可以online啦 他真的 他的组织的人 不可以online的 很奇怪的 我觉得可能是 如果那个 那个leader是这样想 他所找到的人 就是这样 如果他找到的一些人 一直买愿上线的话 那么他下面的人 全部也是一直买愿上线 所以是 我就 抛开所有 不要去想 爱多美是自己的 不是别人的 钱是自己拿的嘛 对不对 管他是谁啦 对不对 所以呢 只要把自己调整好心态 一致 怎么样啊 一致 增加自己的知识 最重要呢 时常把自己 放在一个 很好的磁场 就是 把自己放在 成功的磁场 这个很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自己的 我们自己做老板 我们没有老板 在前面说 你今天 要做什么 你今天要做什么 没有自己是老板 你自己选择要几点 其身 你自己选择 要怎么样做 你的这个事业 所以 看你自己 当你觉得 这样的时候呢 很重要呢 你一定要在 对的磁场 你不要去找 那个 不要做 不要做 又使命去跟他讲 讲到你的漏气了 我以前 就是这样子 很累哦 OK 你不要 我暂时就放住你一边先 我再去找 然后我就调整我自己 我这样子调整过后呢 我发现到呢 我好像比较容易 找到对的人 所以呢 我就调整我自己 既然是这样子 都可以 倒不如是我做一个 很爱用的产品的 爱用者 这样我一定会 可以找到 很多爱用者咯 所以呢 爱多美的产品呢 很多很多 我都用过 现在 为什么 因为比较有钱 有一点钱了啦 所以 所以可以买了啦 只要有新产品呢 我都会很 excited的 要去 要去试 因为我相信 只要我做好本分呢 我不用讲天 看到 天看到的 然后你的伙伴 automatic 也是会这样子 照住的 你不要以为 你假假以为 你有用产品 是你没有用哦 然后你跟你伙伴 讲很好用 很好用 他可以感受得到的 所以要自己 一身做着 就是做一个 专业的消费者 只有这样子下去 你的伙伴 也是会做一个 专业的消费者 这样子传下去 传下去 然后呢 我也是很感谢 公司的这个成功系统 一个企业 要有一个 很好的成功系统 对吗 你看McDonald 他这样成功 他是不是有一个 他的系统 他有一个成功的系统 KFC有他的系统 那么在爱多美呢 也是已经定好了的 就是我们跟着去做 你不要自己去 plan自己的方法 怎么样做 你不要说 我不需要去成功学院 我不需要去ODS 我不需要去中心 我自己在家 搞我自己的小中心 这个是不对的 如果 好像如果是在东马 你们在设施 就很幸运了 只是买票就可以了 东马来一次 飞机票 都两三百 加买ticket 至少都五六百 还没有算你的grab 那个是你 拜五到拜六走的 没有拜四到礼拜走那种的 如果你再加下去 来来去去 我看要七八百一层 所以呢 你们真的是很幸运 所以呢 要成功呢 一定要到成功学院 都讲明了吗 成功学院对不对 所以呢 中心呢 一定要去 一棵树 如果一棵树 它的根 扎到不稳 是不是一个风吹 就会倒了 所以呢 你要扎稳一棵树呢 它的根很重要 它的叶子啊 它的根啊 全部啦 整棵树 每一个都有 它自己的角色的 所以呢 我们 每一个 每一个 system呢 就是education one deciminal 还有success academy 这一个 非常非常的重要 很多人还是不了解 他觉得不重要 就是 ODS不需要去 因为觉得来来去去 就是那 就是这样子讲咯 就是这样我都会讲啦 这样子 其实不是的 是什么呢 我们要那个磁场 我们要那个environment 当你去这样的磁场 我们在外面一直漏气 外面太多消极的人 100%里面 97%的人 在外面是消极的 只有3%的人 是要成功的 那么我相信 我们在这边 是3%的人 对吗 来我们给自己 一个掌声 好的 所以呢 我就觉得 就这样子呢 我一定要这样子 坐下去 跟着这个系统跑 我知道呢 虽然成功学院 我很多伙伴 不能够来 但是呢 我会尽量的呢 我会尽量安排 我自己过来 把这些新的消息 把这个正能量 传下去 因为 我知道 只要我本身 有那个正能量 我一定能够 影响到身边的人 如果连我自己 都没有那个正能量呢 怎么样谈成功啊 怎么样谈 要做这个爱多美啊 倒不如去打工 这样子 等能业尾出粮 就是咯 夜中的时候 又一格不如咯 是吗 我不要再这样的生活了 然后我自己呢 也是 学习 一直在逼自己 在学习 去分享 我一直上网学习 然后呢 我就会去 每一天就会去看 上我们公司的 这个Channel Atomi 来去学习 我每一天就会去 开Video 看每一个领袖 所讲的 所以呢 只要在Channel Atomi的 每一个领袖的 那个Video 我都看过了 所以 每次来到成功学院 看一些领袖 虽然不认识我 我觉得我对他们 很亲切 为什么 因为我每次 在Channel Atomi 看到他们分享 然后呢 我就知道 我要一生做着 我就会逼我自己 去先做第一个 去分享 去做课 去上课 然后做Sharing 到最后呢 公司也是看中我 让我有机会去 分享在ODS 分享在那个中心的 中心的那个 One Day Seminar 这样子 我是很开心 因为这样子呢 让我一直在学习 一直在进步 不管我的会员 有多远 在沙巴 你们知道 沙巴蛮大的嘛 对不对 远远的地方 我都会去 因为我是 好像打不死的蟑螂 我不怕 我不怕 我就会 我可以一个人 驾车这样跑 我还记得 我的baby还小 那个小的是 没有人带吗 我就这样子 带我的车 就这样子 去 从KK 去到Ranau 去到Gurning Out 他们讲 哇 那个路程 上上下下的 你baby怎么样 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 这样子带 因为我觉得 如果我在家 带住孩子 这样我不是 停在那边 我不是 不会进步 因为我的目标 还没有到 每一个人都有 自己的目标 我的目标是什么 当然是要成为 Imperial Master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Mr.Buck 讲的目标 还有不要怕 不要放小 反正都是免费的 所以要梦想 就梦大一点 免费的 对不对 所以 如果我们梦想小小 当你遇到挫折的时候 你会觉得 为了赚那个两三千块 那你值得 但是如果你觉得 我要做 我要进Leaders Club 我要赚一个 三万 五万 然后 一百千 两百千 这些付出是 小事情来的 我就这样改我的观念 所以我现在做的 我遇到一些问题呢 这些是小事情的 No problem 你不要不是算了 那我去Next 就这样子 然后呢 我会继续 我然后 我会一直继续的 做Home Party 我会继续的 一直做Home Party 我知道 之前一个 Leaders 讲的 就是Alex 老师 所讲的 Home Party Home Party Sampai Mati 我记得 他讲这句话 是在KK 的ODS的时候 所以我一直记住 我一直记住 到现在 所以Home Party 是我的梗 一定要继续 做下去 不管怎么样 我一直会做 两个人我都做 不管啦 找不到人 两个也是 做Home Party 就这样子下去 你不做的话 你就不会大了的 所以我也是会 教我的伙伴 Online 因为我们做 这个是Online Shopping 全世界的 所以我一定会 一定会逼自己 教他们交道会 那些很固执的事 我都会讲下 讲下 得空得空 讲下 讲到他烦都 去开那个Online 来学咯 因为这样子 我们的组织才会大 我的长远的目标呢 当然就是要成为 尊王大师 我相信每个人 都是一样 对吗 所以呢 朝着这个目标下去呢 我就努力的 努力的 努力的 在做 继续的做 所以呢 就 我的分享 就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